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带着国色再次登上英语周报 曾多次走进课堂走进书本 试想一下 如果在课堂上 在书本上突然看到了赵丽颖 那得有多开心啊 这部 最近赵丽颖又再次带着她的作品走进了课堂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这道来源于英语周报上的选择题 问的就是与中国传统色有关的问题 同时还配上了图片 不敢想象 如果我做题的时候能遇到她 我的有多开心 可能立马一扫做题的阴霾 做得比以往都认真 当然 这也早已不是她第一次登上书本 走进课堂了 曾经就有粉丝在大学课堂的英语活动中 把自己喜欢的剧 还有人物带到课堂上进行讲解和展示 正如你所见的那样 他们把风吹半下带到了课堂之中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热爱的人和事 这个过程真的很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也是最好的驱动力 甚至还会有老师在大学课堂上播放有关照丽颖的视频 比如星空演讲 做有意义的事情 虽败犹容 用她的故事去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身价值 保持清醒 在我看来 这是老师对她的一种认同 还有欣赏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从中笑 如今的她 温柔坚定 早已蜕变 回顾赵丽颖的成名历程 堪比我国女人的发展模板 赵丽颖 一位来自中国河北省的女孩 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自幼她就对表演艺术充满了热爱和激情 然而家庭的经济状况却让她难以实现这个梦想 然而 她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赵丽颖在成长的过程中 遭遇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由于她不是科班出身 她在试镜时曾经多次被拒绝 然而 这些挫折并没有打败她 反而使她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演技 她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和演出 不断锤炼自己的演技和舞台表现力 在一次比赛中 赵丽颖被一位经纪人相中 这位经纪人邀请她去北京发展 赵丽颖对前方未知的前景感到犹豫 但她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最终她鼓起勇气 决定前往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北京 赵丽颖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 她一次次地参加试镜 却总是遭遇拒绝 有时 她甚至会感到绝望和无助 但是她始终坚信自己的梦想 并坚持不懈地努力 赵丽颖最终获得了一次机会 她在一部电视剧中饰演配角 尽管只是配角 但这却是她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这个角色让她得以展现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也获得了更多的角色和表演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丽颖的演技和表演能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她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了中国影视圈的一颗耀眼新星 她的表演风格清新自然 充满灵气和感染力 使得她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赵丽颖的经历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 只要有梦想和毅力 我们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的故事证明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一定能够找到成功的道路 赵丽颖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中国女性 在追求梦想和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 女性常被视为弱者和依附者 然而赵丽颖以实际行动 证明了女性同样可以拥有 强大的事业心和出色的能力 她在演艺圈凭借实力和智慧 赢得了尊重和认可 为女性在娱乐圈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榜样 赵丽颖的成长历程 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历程 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缩影和见证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追求梦想 实现人生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中国女性正以她们的力量和智慧 改变着社会的发展轨迹 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2. 从影七年无果 一见赵丽颖尽夺天下龙凤雅 赵丽颖 从林心如周围的助理到娱乐圈 新锐演员赵丽颖 备受关注的演艺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她成名之前 她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演艺道路 最初 她是从林心如周围的助理开始 一直默默付出 但却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的机会 即使在投资的一部戏中 她只能扮演一些配角 而林心如则是主角 她默默支持着林心如 但在影视圈中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 然而 赵丽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艺梦想 她始终相信 只要努力付出 终究会有一天被人们所认可 机会总是眷顾着努力的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赵丽颖被导演注意到了 那时 导演正在寻找一位角色风格独特的演员 而正巧赵丽颖的独特气质吸引了导演的眼球 她凭借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成功地获得了这个角色 并在戏中展现了她的演技 这部戏收视率几乎达到了近年来的巅峰 赵丽颖也借此一举成名 从此一炮而红 她凭借这个角色的成功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赞赏 赵丽颖的成功之路并不是她个人的努力和才华 也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观众需求的不断演变 她敏锐地抓住了观众的兴趣点 与时俱进地选择了一系列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她的选择让她在娱乐圈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她在每部作品中都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 她的演技也越来越受到行业内外的称赞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她的演艺事业上 她代言的产品各个领域涉及 无一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她品牌价值的证明 更是对她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肯定 赵丽颖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并勇敢追求 就会有机会获得成功 她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坚持梦想 并为之努力付出 赵丽颖 成功需要意志力和毅力在娱乐圈中 成功和失败时常交替出现 但有些人却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坚持 最终获得成功 其中 赵丽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只是用自己的才华和毅力 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她的成功经历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奋斗 更是一种启示和鼓舞 告诉我们成功需要意志力和毅力 需要不计一切投入 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能取得回报 坚持不懈的努力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她曾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磨难 然而 她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 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 她不断地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的演技水平 增强自己的表演能力 她在每一次的演出中都全身心地投入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这种不断努力和追求自我 最终让她成为了一位备受欢迎的演员 信念的力量赵丽颖的成功 离不开她的信念和坚定 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 她从不动摇 始终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梦想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信念的力量 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她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困境中 只要保持信念 坚持努力 就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成功的价值 赵丽颖的成功 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成就 也体现了整个娱乐圈的进步 她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 不论时代如何变换 真正优秀的演员 依然会被人们所认可 她的成功也让更多的人 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机会 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鼓舞 更是一种启示 告诉我们只要保持热忱和坚持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功的启示 赵丽颖的成功 跟随着她在娱乐圈的不断成长 她的努力和付出 也让人们对她肃然起敬 她的成功故事 不仅仅是一种鼓舞 更是一种启示 告诉我们要保持信念和毅力 坚定自己的方向 勇往直前 相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不断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杰与赵丽颖的成功故事 告诉我们 成功需要意志力和毅力 需要不计一切投入 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能取得回报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的表现 而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信念和毅力 坚定自己的方向 勇往直前 让我们一起学习赵丽颖的成功经验 不断努力 追逐自己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